今天小超带您认识一个打药的神器 就让您把这打药的事变得简单起来 啥神器啊 那是个无人机 据说人家一天打个三四五百亩地 那都不是事 深圳天鹰兄弟是专注于农业无人机的一个企业 我们有个口号天鹰兄弟农民的好兄弟 天鹰兄弟是第二次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 及值宝展览会上为数不多的值宝无人机参展企业 这次展会他们带来了最新的值宝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是我们最新扬发的独创的一个C型币 国内独有的 你看它就像一个大体的C 天鹰兄弟工作人员顾建西介绍 这款无人机的型号是TY-M12L C型币以及模块化载体设计的最大优点 就是耐衰耐抗 另外这种设计可以一键折叠 这样直接折叠下来 可以直接放下来 能折叠 对对对 收放方便 在打药的途中运送的途中就很方便 很轻巧 一辆小型的SUV就可以装好几台 C型四周机壁 两辆相应对称 飞行姿态稳定 风长也比较大 另外无人机携带的是16公斤装药箱 一般大田作业都能满足 飞机能最高能飞20米 但是打小麦的话 我们一般飞1.5米左右 我们16公斤的药大概能达了20多亩的小麦 十几分钟 一天的话我们大概是坐跃到400到500亩左右 因为我们之前在新疆打拖跃机的话 有我们做过测试 一天达到800多亩 一架飞机一个人 天鹰TY-M12L 装备了八个喷头 比传统的无人机多了四个 喷洒面积更广 作业区域更广 效率也更高 这款飞机我们有三层过滤系统 这是第一层 有过滤网 下面又有过滤网 这边又有过滤网 一般页面肥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有些颗滤肥的话 就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一些过滤 它也可以打出来 我们一般建议它打药的时候 先是浸泡一会儿 让它先溶解一下 然后就可以顺利地喷出来 不同型号的飞机 适用场景和作物也不同 拥有C型币的天鹰TY-M12L 在大田作物上表现优秀 但打高大的果树等作物 就需要另外一架飞机登场 这款单选翼的叫天鹰TY-800 它的风场更大 足够把页面全部翻过来 它就适合果木类的作物 天鹰TY-800 看起来更像现实中的直升飞机 这种设计使它可以装备高功率电机 飞机载重量明显提升 药箱容量达到25公斤 这款就是25公斤的 一百亩地的话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能解决了 那一天不是上千亩地吗 差不多 我们就是日均千亩的 给它定义就是日均千亩的 打腰神器 顾建西介绍 天鹰TY-800 是全封闭式的外观设计 防水防尘防沙 在雨天照样安全航行 然后一般下雨天的话 因为我这个是IP56防水等级 这个是可以直接用水冲洗的 小雨天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刮风天我们这个抗风性4到5级风 不同的作物高度也不同 飞机的飞行高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果园和小麦就不一样了 果园的话树木有可能高高低低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人工干预手动飞 手动飞每颗树进行一个360的回旋 然后把页面打透 果树有高有低 如果人工飞行操作过程中难免看错或者操作失误 这就不由的让人担心 无人机碰到障碍物该怎么办 现在所有的无人机都是有障碍物规避的 它是可以自主规避 自主规避障碍物 然后一键起飞一键降落 很智能化的 一个小小的APP 直接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 看到这里 有些乡亲们也会有疑问 从来没用过无人机 学起来难不难 自己能不能学会呢 现在都是智能化很好学 大概这种飞机的话 大概三到五天就能学会 而且年龄就是不分大小的 你可以到我们深圳来培训 在深圳培训是免费的 我们还可以提供你的住宿 如果说你觉得去深圳不方便 你可以组织人手 我们可以上门进行培训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重地面积大 打药不好打 或者有飞房作业方面的需要 不妨了解一下 天鹰兄弟只保无人机 也许他会给您带来帮助 中国农资秀 耕耘好朋友